汽車開過去 激起大片水花 這是基隆基金一路 大雨不斷下 機車經過都得小心翼翼 道路兩旁已經激水 慢慢出現急流 基隆大五輪地區的雨勢 已經讓水溝出現湧泉 排水不及的情況 讓居民好擔心 因為九月二十七 二十八 連兩天強降雨 淹水情況歷歷在夢 大家趕快先架好防水閘門 做準備 跡象署預估山豚颱風 影響範圍廣 花蓮港 開始刮起強風 漁民搶時間防臺了 大家開始固定漁船 要將可能的採水降到最低 宜蘭南方澳港區內 已經擠滿大大小小要躲颱風的漁船 面對山豚 大家不敢釣以輕心 從宜蘭出發的賞金船 趁颱風來臨前還有一批遊客抓緊時間搭乘 不過無法登歸山島了 因為涌浪導致碼頭起伏落差大 九月二十九到十月二號封倒四天 颱風又來了台東航空站 看板已經出現不少取消和延遲的字樣 從九月二十九清晨到十點 已經取消飛離島的四個航班 蘭嶼居民及遊客已經趕在二十八日早上搭船回本島 因為離島船班也會停止到十月二號 各地區做好防台 嚴格戒備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我是鄭雅芳 想要場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